這個問題是信主的人會否有邪靈在裏面 這個問題是爭議性問題 其實我來說 我不給一個答案 但我會告訴你那個情況 為什麼不給一個答案呢? 如果我說 信主的人一樣會有邪靈內住 就可以有一個問題產生 亦可以引起很多爭議 看我來說 我就不怕一個 判語說邪靈會否住在裏面 但是邪靈會影響 聖經有說過 說到不要讓魔鬼留地保 耶穌和彼得說 撒但退我後面去吧 就是說撒但正在影響他 所以基督徒都可以受魔鬼的影響 但受魔鬼影響到底有什麼程度 我們就不知道 在我的經驗來說 我的確有些是爭信耶穌 跟他說邪靈的時候 真的有反應 那我就不去下定義 他一定是邪靈附體 因為我如果說這個定義的時候 別人就會說 哇 所以耶穌也有邪靈附體 那我就 我不想進入這個辯論 總之他有反應 可能他有影響 我不知道他有什麼 總之他有影響 我從他趕出來 即是趕了 他現在沒事了 總之他可以 我就不會下一個結論 免得產生爭論 或者爭論有沒有什麼好結果 理論就是說 有聖靈 應該邪靈就住不了 但是 知道這件事 是不是絕對性呢 有很多時候 人雖然有聖靈 但是聽耶穌的說話 心裡面 會不會有堅固的刑慮呢 一切難阻人認識神的那些 至高的事 那些難阻人認識神的那些 至高都是一種難阻 可以被魔鬼留給我 雖然我們未必知道 一個絕對的答案 但是呢 我們都會嘗試 如果見到個人有反應 通常來說 有兩種approach 有兩個方向 我來說就是 跟人祈禱 我會問他有沒有覺得不舒服 有沒有覺得壓住 心口 通常最多是 心口 頸 頭 還有肚子 壓住 有些人會有麻的感覺 麻呢 我又發覺 經歷四年和邪靈 都會有可能 那我就不肯定 一定是不是 那我這種情況 我就不會下定義 因為如果下定義 人家一有麻 他又說是邪靈 那一會又怕那頭 所以我就不會說 一定不是 不過呢 又等著 那有人問我 那是不是邪靈在裡面 我就說 我不知道影響 我不知道是什麼 影響 因為是附體 我不需要下定義 總之有的時候 就處理生命 放下重擔 煩惱 然後奉人宿命 趕邪靈 而我發現 在我趕邪靈的時候 最有效的方法 就是 最有效是信心 經常相信 神是一定祝福我的 神是神是得性的 神是神的同在 讚美神 阿里路由感激耶穌 在神充滿的狀態 然後呢 我就會望上眼珠 和他趕邪靈 或者自己 他亦都可以 他自己亦都可以趕邪靈 那趕的時候 有些人就會立刻 硬了 很辛苦 身體反應 發得很厲害 又硬了 這樣 我就發覺一件事 很有效的 就是 你相信 耶穌真的得性 相信耶穌是 預全性的魔鬼 你一有信心 就會邪靈走 當你在這個狀況的時候 你就相信耶穌 真的得性 你又深信神的恩怜 然後放鬆的人 我最近也試過有一次趕邪靈 就很明顯看到分別 為什麼呢 最初有時候 說了很多反應 我說放鬆 吹了出來 他吹了出來 再做下一輪的時候 那個反應弱了很多 這個就是說 給我們聽到 的確是邪靈離開 就是減少了 所以 我就發覺他的信心 和他的放鬆 因為我們不是要他 繼續在這種 哎呀 邪靈 我不是要他這樣的狀態 我不是要他快點鬆出來 我不是要他繼續有這種 我不是要他繼續在這個狀態 我是要他繼續得釋放 所以我就會 幫他更快的得釋放 更快的放鬆自己 這個是我趕邪靈發覺 是很有用的 大家如果有機會 趕邪靈的時候 最好大家操練 不要馬上打電話 二姆斯 快點來 就是我樂以來 不過你做操練 是給你一個機會 給你操練的機會 那你說我怕不怕 就知道嗎 不要緊 知道嗎 就回來和他清理 其實 其實就不會的 你和耶穌明 怎麼會呢 不過我只是說 萬一最差 最差 就回來和他清理 那就搞錯了 這樣就不用怕 對 這樣就不用怕 主要的意思是 最差最差都不怕 你一個人可以做 一個人 我周時一個人做 我電話都可以做 我電話都做過 真的 因為我在網上 人看到我已經跌 很多人都跌 電話都跌 你有信心就可以 你就叫他站在身後 所以我想問 當我們按手服侍的時候 其實會不會都是 按我們的信心大小 然後那一刻也有不同 當然 還有你和神的關係 因為聖靈恩高強 聖靈神的動作強 這是一個肯定的幫助 你當時有信心 和你投入在這裡享受神 是很不同的 當你一路歧倒的時候 為什麼這麼久都沒有反應呢 這個負面的想法就會影響 一定是一個信心的就躲 和榮耀神的狀況 如果你有做神 想著自己有沒有果效 這個神喜歡 也不是好的 我們做 有時有些人背期都會有果效 但是神喜歡他的心態 也是浪費 那為什麼不做神 想我們做的方式 有信心去依靠神呢 可以的 為人而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